週四 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 中共多年來一直傳播假消息 埃斯珀週四發推文說 中共多年來一直傳播假消息 該停止了 《紐約時報》週三報導 3月中旬 中共特務向數百萬美國民眾的手機短信和社交媒體散布 美國政府即將封閉全國的假消息 埃斯珀還提到 中共之前抹黑美軍混淆病毒來源 3月12號 世衛組織宣布病毒全球擴散第二天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發推文稱 可能是美軍將病毒帶到中國 美國國會眾議員吉姆·班克斯週四發推文說 中共持續散布謠言 稱病毒源自美國 班克斯敦促美國國會通過他和議員 瑪莎·布萊克本發起的提案 追究中共在疫情中的責任 班克斯還和其他22名眾議員致信國務卿蓬佩奧 以及司法部長巴爾 呼籲兩人在國際法院控告中共 眾議員邁克爾·麥考爾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 他已經發信給YouTube、臉書和推特等社交媒體 敦促他們阻止中共利用社交平臺 在美國散布假消息 參議員湯姆·科頓發推文 譴責中共利用假消息 掩蓋其無能、腐敗和不誠實 新唐人記者畢心慈 張琦綜合報導